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陳良死了之後 大將軍一直躲不敢出來見人 即是說裡面有陰謀 所以最大的嫌疑就是鐵頭將軍 李宗盛 賢兄, 關於宋狀師所有的控詞 你有甚麼解釋 王爺, 可否移步內堂 沒有將有要事相告 不行, 這裡是公堂 要說當面說, 怎麼躲起來 閉嘴 王爺 你憑甚麼身分 此事是軍事機密 你只不過是草物一國 何時到你過問 王爺, 請 好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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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平民 又怎會有安寧的日子可過 賢兄, 你過慮了 賢兄施退意的 只要向皇上品名 自然有周長安排 何必擔心 沒將絕非紀人又田 王爺還記不記得 威武大將軍左大人 記得 如今左大人身在何處 他前年被仇家嘴殺 多艾而死, 屍首無存 威怨大將軍車大人 車將軍解鴿歸田之後 因為傅行寫一篇文章 就遭當日朝中掃敵無憾 抄家而死 兩位將軍的武功威名 不在沒將之下, 傷且如此 又怎麼都沒將擔心 還有, 王爺敬禮十多年前 沒將奉命攻打回腳 王爺, 匯人激烈反抗 王爺下令要鐵丸鎮壓 於是沒將就把整條村的匯人 屠殺一空 令他們師父向我大稱歸河 這件事相信王爺不會忘記 像回將那種大小戰役 沒將經歷無數, 真是數之不盡 大家是沒將為徵戰英雄 每逢有甚麼戰爭動員 朝廷必定派沒將上陣 如果沒將屍退拒絕 大家就會指沒將是貪生怕死 將軍必須陣中 是大多數人的意義 沒將會苦衷, 王爺又明白嗎 本王也知道, 用馬生涯是挺艱苦的 就是這樣, 沒將想出一個移花之木之計 用陳良代替沒將, 掩人而目 沒將這樣做, 無非是想安安落落 做一個普通人 但是殺人是犯法的事 無論甚麼原因殺人 都是法理難容的 法理難容? 法理不愛人情 沒將為朝廷出生入死, 數十載 老來只是希望過一些安寢無憂的日子 難道這麼多難容? 鐵將軍, 王爺是一個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親王 鐵本將軍是一個統領萬鈞 戰績標秉的大將軍 如今所殺的只不過是一個小小兵俊 如果王爺念在多年兄弟情義 將此事大事化小小事犯 又有誰敢出聲? 鐵將軍… 鐵將軍, 小人偶眼不識泰山 不知道鐵將軍就是鼎鼎大名的 鐵將軍, 我不是想要錢 鐵將軍文武全才 所向無敵, 自勇相傳 你到底想怎麼樣? 鐵將軍爽快 小人想像鐵將軍日理萬機 可能身邊需要幫忙的人做事 你說甚麼? 小人不是暗示官大哥做不到事 小人只是想幫鐵將軍做打閘, 走走滴滴 你何德何能? 以你這樣的材料, 簡直是不自量力 求將軍給一個機會 小人幫將軍做個事 武功也有勞 小人做一隻狗也不驅 可惜我不想養你這隻沒用的狗 鐵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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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嬌, 鐵嬌 鐵嬌, 鐵嬌 鐵嬌, 鐵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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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不用操心 本案是不會再開堂審訊 可是陳良這件事我還沒審完 此案關乎軍機機密 是不會再開堂公審 你回去吧 那我明白了 鐵頭將軍是朝中的大官 而陳良只是直直無名的兵卒 所以明知道鐵頭將軍殺了陳良 我們也不需要開堂公審 好, 既然王爺主義已決 我也無謂再多管閒事 就當我信錯了人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意思很簡單 我當初相信王爺 你是一個公正無私 有正義感的大官 所以我才肯冒著 全家抄襟的危險 出來為陳良申冤 王爺, 是你告訴我 大清需要法律 是你告訴我需要公義的 你這麼早就忘記了 我原來王爺說過就算了 我就懂得聽話 本王都知道這件事很對不起你 我已經安排好對你作出補償 補償?怎麼補償? 我會安排你和家人離開這兒 去別處過新的生活 王爺, 你和我開玩笑夠大了 誰都知道我叫宋世傑 我現在走 我還沒走出城門被你捉緊的捉緊 這層你不需要擔心 我只會守城官兵放你出去 另外, 我會親自簽發你和家人的文件 你拿著這些文件 一路上會暢通無助 直至去到新的生活地方 有嗎?哪裡? 在香港 太陽還沒下山 那些野狗就出來找東西吃的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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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還沒下山 那些野狗就出來找東西吃的了 宋廠師, 又不是在公帑 說話不用這麼刻薄 說好了你了 應該要說你一隻卑鄙無恥 豬狗不如的賴蝦毛 其實你不用這麼勞氣 現在大家無損無傷 無分勝負簡直一團和氣 以後大家做回兄弟就算了 開玩笑, 我是人, 你是狗 看看你, 整天喪家之犬 當然被人家利用完之後趕出來 你很聰明, 你弄了這麼久, 弄了這麼多事 你連身分都揭穿了 豈不是德國家 我以為宋世傑多厲害 甚麼都能搞定 看到大官大將軍 一樣頭頭頭頭頭的被人趕走 我告訴你, 你現在跟我一樣 以後都沒得擾 讀書多又如何? 出名了又如何? 賴皮衫 你以後跟我賴皮衫是一樣的 以後都是無業游民 我跟你同病相面 今天當我不穿宋狀師 我走這邊走, 宋狀師萬能 宋狀師前程指甲 對, 她沒有跟你一起回來 來…回來了… 老闆, 回來了 老闆, 回來了 老闆 怎樣的案件? 怎樣? 案件全贏了, 全贏了 贏了, 全贏了 初九平安回來了, 又抓到兇手了 那個賴山被我逼到打回原刑 贏了公車王說不用再審了 好… 聽說鐵頭將軍還沒判刑, 為甚麼? 這層我不管他了, 是不是? 我抓到兇手了, 難道叫怎麼判嗎? 有空回來睡覺休息一下 對… 老公, 但是這樣 現在案件判完了, 我們以後又如何? 是呀 又如何? 這層我也考慮過 我打算回來和你們商量一下 是呀, 在南方有個地方, 很好 南方這麼大, 你說哪一塊才行?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那裡有山有水 又有草, 又有花 又有男有女, 又有老有亂 你說的那些在這裡也有 其實不是的 因為那裡是個好地方 是個福地 是甚麼地方? 那裡就是叫香港 香港? 香港只不過是小小漁村 慢著, 為甚麼突然休提到香港? 因為…因為我明天要搬去那裡 我們為甚麼要搬去香港? 我們又不會打魚 是呀, 都說不是漁村 那裡甚麼都有, 阿弟 聽說那裡有很多海盜 我怕他們劫財劫色 這層我也最擔心 但我問過了 那裡總是叫做大頭綠衣 摩摩公差 神高神大, 自愛比這裡好 那我也放心一點 但我們住得好地地 為甚麼要搬去香港? 住得來慣了, 悶了, 迷換一下環境 那裡很好, 把兒子下去 去讀翻書 說英格鬧樹, 爹你還好 你的風濕馬下去看西醫 打針就沒事了 老婆, 你可以扮靚, 穿西服 那些沙裙, 大哥就有桌子 我可以出家, 不用來打針 我聽說自己好 是呀 還有, 英國人也選擇那裡 就證明好地方了 大家想一想 現在英國人不管治那裡 我們下去就不怕自己太后追殺了 是呀… 還有, 我聽說香港的西洋美女 很隨便, 人魚搬去香港 是呀… 大家贊成就收拾了 收拾了… 英招一早出發 是呀… ヽ 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既然大家都留下, 不如別走 老公, 既然大家都留下, 不如別走 不如別走, 不如別走 快一步, 趕時間吧 老公… 這兒住得多好, 無緣無故搬到別處 從零開始, 只會搞笑 沒錯…我想一想 正所謂為人家鄉賺 去到鬼子佬的地方也不知道怎麼樣 爹, 你不是吧? 昨晚還說得慶高采烈 你現在說不走? 老公, 既然大家都留下來 不如別走 不走…要斬頭 走吧, 走吧 娘, 你死了, 我沒有斬 娘, 誰就害死你了?娘 娘 你哭什麼?死了就死了 人家賠一大塊錢給你, 你還想怎樣 為什麼你這麼說話? 不是吧?她在山的時候有沒有理過我們 如果死了就算了 況且我們回去可以建大屋 她死了也算叫她做回好事 娘, 我不要屋, 我不要錢 我要把我兒子的娘 走吧…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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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我的觀察本都給你 你幫我申冤, 宋先生 宋先生, 你幫我兒子的申冤 趁大心, 起來吧… 你起來吧 老公, 如果到這個時候 都堅持下香港的話 你不要讓我做你老婆 兒子 你記不記得你的金七招牌是什麼? 姑爺 少爺 好, 我幫你 我狀王宋世傑 又再次替天行道 為民申冤 郭叔,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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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 在棺材裡的是陳娘 在旁邊哭得這麼淒涼的是她娘 娘… 我以為她母子申冤 讓鐵頭將軍鐵位跟我回公堂受審 放肆 在你面前是朝廷大將軍 正要趕回軍營 豈容你擔誤軍情 殺人兇手落馬 殺人兇命 殺罪人不可以就這樣算數 莫非你真是不怕死 沉冤代算 撐路 危險, 你們幹甚麼 用小子來排開 靈魂 小心,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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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麼多人吧 老婆 鐵頭將軍, 你殺死我, 放上去 是 鐵頭將軍 如果你認為殺了我們 是可以掩飾你的罪行 洗脫你的罪名 對得著天地良心的 殺了 你現在已經是朝廷通緝法了 本將軍要殺你了 根本就是天經地義 此人不可殺 公親皇家到 王爺… 將軍, 你不能殺他 看來暫時你也不能離開這裡 王爺, 這件案子的死者 虎主, 訟師和被告都已經在 欠個公平的審訊 希望王爺你把此案公平審訊 宋訟師已經在公堂程上訟旨 以訟師身分 代陳良告你謀殺之罪 鐵頭將軍謀殺陳良一案 再度開審 聖堂 參見王爺 免禮 鐵頭將軍 你乃一品鎮武大將軍想皇馬垮 恩利, 賜助 不是吧?殺人犯也有登錯 我們姑爺頂頂大名的訟師 就要罰棄, 還有王法嗎 人家左有權力, 右有武力 強弱厭事, 不妙 老爺 是呀 慢著, 王爺 鐵頭將軍那是疑犯 這樣都可以斥助 似乎有損公堂威望, 於理不合 鐵頭將軍那一品鎮武大將軍 遇刺皇馬垮 豈能與一般人相提並論 凡有此稱號, 依照規矩皆可斥助 原來如此, 明白… 有皇馬垮可以坐 想多口問大將軍一句 你這件皇馬垮有沒有帶來?在哪裡? 沒有 閉加火了 口說無憑 沒有皇馬垮穿就想大無私養坐在上面 成何體統 宋世傑, 你太放肆了 等一會兒, 醒起醒起 王爺, 我記起了 那件皇馬垮就在工廠之內 好袖手即到, 阿東 快點拿在屍體身上 脫下來的皇馬垮出來 快點… 宋世傑, 公堂上不得胡鬧 王爺, 我並沒有胡鬧 只是公堂之上 更加是人情還人情 禮儀要分明 快點兒 快點兒 淑靖 你拿個賣… 將軍…如果你要坐 快點兒穿這件皇馬垮吧 來吧 將軍, 雖然這件是臭的 但企足經常很累的 來吧, 快點兒 離開 為表示對王爺的尊敬 抹將願意集立, 接受深信 好, 宋世傑 那你就不要再浪費時間 開始深信 好 鐵頭將軍早已承認過殺陳良 基本上他只是另一個無頭的屍體 作為自己的替身 令自己人間蒸發 鐵頭將軍謀殺陳良之罪超然若揭 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沒錯, 陳良的確是我的身手所失 只不過, 任何人殺陳良都有罪 而我殺他就沒有罪 荒謬…天子犯法與書民同罪 你憑甚麼權力可以奪取他人的性命 因為他的命根本屬於我的 我並非奪他的性命 我只拿回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鐵頭將軍, 你此話何解 是, 請皇爺聽昧將解釋 昧將第一次遇見陳良 是在三年前 當日昧將獨自刷馬回京, 勞京四川 我一個騎士馬報過一個方爺 忽然間, 我見到一個男人站在上吊輕生 你為甚麼要自尋短見 這位大人, 做人又誰想死 我是被逼得走投無路 我才自殺 我這次不死就不行了 我世民之下 知道陳良原來是一個市井流氓 他債抬高速, 又惹下仇家無數 那又怎麼樣? 是啊, 人格是有高尚卑劣之分 但是人命是絕對無分貴賤的 陳良人格是怎樣跟本案無關 絕對有關 叩見皇爺 皇爺 他們作為陳良當日 其中兩個是仇家和債主 他們可以證明陳良的為人 更可以證明他的命是屬於我的 你們倆說清楚 陳良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大人, 陳良這個人又窮又難賭 欠努力賭坊成千兩銀 他這輩子都還了 還有個大人, 他不單是難賭 還到處賣人借錢, 借到周身債 他不死也沒用了 大家聽到了 陳良根本就是一個該死的人 該死? 該死還是該死, 天會會收他的 我都覺得你該死 我豈不是斬了你的手 況且這兩個東西根本是說話 不敢動手 不是呀, 三年前我們只想殺了他 因為他捉了我們實在太多錢 沒錢還了, 那就拿他的命 當時我想他真的死定了 很奇怪, 他不知道在哪裡 拿了很多錢回來 不只還了賭債, 連息也還了 自此之後他就整個人變了 像頭過胎在世做人一樣 他只可以在世為人 就是因為我 如果當日不是我救他 他必死無疑 既然他的命是我所救 當然是屬於我的 臭見大人 大人, 請受小人一拜 不必多禮, 起來吧 謝大人 大人, 你對小人一家恩重如殺 不僅僅救了小人一命 還幫小人還清了獻債 你的大恩大德, 小人一世難忘 你根本死不足事 既然本將軍救了你 就不想你死在仇家的手下 以免白費本將軍一番心靈 無論如何 若沒有大人相救 今天我必以死無存思 大人你簡直是我在身父母 我的命是你救的 為了報答大人的恩德 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 小人甘願以死相報 這句話是他親口所說的 當時他全家也滯脹 三年前, 我救他一命 如今他只是履行諾言 以死來報我救命之一 他是自願給我的一條命 陳良是無權給你的一條命 陳良他身為人子, 亦為人夫 所謂上有高堂, 大有妻兒 所以他的命不是他自己 是他的家人 家人? 你說得好嗎?我怎麼對他的家人 王爺, 你可以全家人上堂 問個清楚 好 全陳良的家人 全… 叩見王爺 陳夫人, 你告訴大家 陳良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陳良, 實不相瞞 我相公他從來都沒有盡過為人夫的責任 自我家陳家以來 他一個錢都沒有拿回家養家 還中藥游手好客 對我和兒女呼呼喝喝 有時候還拳打腳踢 不僅如此, 我卿長還要我們幫他還債 仇家日日來搗亂 但對我們家無寧日, 三餐不計 這種人真是死不足惜 這世上你這麼壞, 男人也有 原來我生個兒子, 我一定一刀死他 不妙… 自從三年前, 他去了當兵之後 他多了很多銀子 他還清了所有的賭債 但是現在我才知道那些銀子 原來是鐵頭將軍給我們的 鐵將軍, 你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鐵頭將軍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再生父母 你們倆有沒有搞錯 這個人殺了你哥哥 殺了你的相公 你們應仇人還恩人 陳老太, 你說 是, 沒錯, 他給我們多給錢 但是我不要, 我要愛我的兒子 他死得很慘 大人, 你要幫他生煙 閉嘴, 你的兒子在三年前已經死了 是我 是我把他從鬼不關拖出來 我不僅是那個恩人 還是你們全家的恩人 我告訴你 如果我當天不救他 他已經下了地府 今天還心理冤 宋世傑, 你別說我好說 王爺, 宋世傑已變無可變 他控罪不成 沒將肯請王爺早日了結此案 沒將先陷攻退 我救了你, 我就殺了你 不是這樣, 一定有破綻 不應該是這樣的 老爺 小翠, 你甚麼時候進來 是老爺, 你想得太有誠 老爺, 別再疑我 你整天都沒吃過東西了 不如先吃點東西吧 不用了, 我也沒胃口 我知道老爺煩得幫陳良翻案 但你這樣不吃東西不行 萬一牙壞了我身子 你還欠甚麼也做不到 小翠, 我們宋家有你這個媳婦 真是我們的福分 我嫁到宋家 就應該做好做媳婦的本分 否則宋家不只是我夫家 還是我的殷仁 可是我們害了你 原本想可以忍性賣命 愛愛樂樂的一個日子 想不到 老爺, 你也是為了初九和陳良 才揭露身份 你為公義只出來了 那你有甚麼用 官司也贏不了 連可以離開的機會也沒有了 太有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小翠 這樣吧, 小翠 你入門不久 你快斷絕跟他的關係 不必跟我一起送死 老爺, 我已經是宋家的人 就算死, 我也是宋家的鬼 那又何苦呢 小翠本身已經是孤苦伶伶 還差點, 如果當日小翠真的被奸人凌辱 我也不願意再偷生人世 是老爺你救我 令我可以再世為人 我的命是宋家的 只要為了宋家 就算要我粉身碎骨 小翠也絕無怨言 我是姓宋就摸鼻子 你這麼年輕, 你怎麼陪我去死 如果沒了老爺 小翠本身已經是死人 你現在叫我離開宋家 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兒 那跟死有甚麼分別 老爺, 你不要讓我走 好, 就算我現在死 至少我都有宋家這個命分 老爺, 我求求你, 你不要讓小翠走 你明白嗎?如果你死了 就是我親手害死你 我已經害了全家 我不想害死你了 小翠一心打算以身相佈 都說話不是這麼說的了 我們救過你, 不等他隨便要你死 我們救過你, 不等他隨便要你死 你救過你, 不等他隨便要你死 你救過你, 不等他隨便要你死 你救過你, 不等他隨便要你死 極威 大膽, 緊急呈活將軍的名字 你是甚麼人? 你又不認識我? 極威, 極威, 你這個豬狗不如之畜生 我要拿這條命 讓我殺死他 不殺他 過去大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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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是 一歲的小蚊子, 慘了 因為當時剛好饑荒沒有一口好吃 可是最可憐的是 這個小蚊子的娘病重在身 生活就變得更加困難 簡直是浪費時間 幾十年前的事, 跟我有甚麼關係 鐵頭將軍, 聽故事的聽到尾才知道 你整天暫亂歌病 我也不知道說到甚麼時候 你… 鐵頭將軍, 你等宋世傑說完之後 才動氣還未遲 那裡哪兒呢?死了, 忘了, 真是 從那裡來 這個小孩很久沒東西吃 但不要緊, 還年輕, 受不了 問題就是他娘有病在身 你又沒辦法捉水, 吊著這條命 也很難生存下去 他想了很久, 不是了 外出是乞米, 乞米不容易 乞了七天七夜, 一粒米也乞不到你 他決定為了生存, 跑去偷米 偷米更危險, 被人發覺了 不斷追著他來打, 追呀追, 走呀走呀走 所以禍不單行 走到半路, 他掉了到個井裡 加上他不懂游泳, 浸到快死了 後來被人救回來, 也不幸運 被人踢了兩腳, 丟他在路邊 這種偷米茶, 讓他自生自滅 天寒地冬, 不死就有鬼了 幸運, 忽然間有個好心人走過 給他一口粥水吃, 撿回一條命 這個小孩非常感恩 他說我以後都記住你的恩人 他還可以以死相佈 沒錯, 確有此事 將軍, 你好像開始記得這個故事了 當然了, 因為故事的主人翁, 就是他… 是他… 淑靜 王爺, 其實將軍這段往事 也許多人知道了 大概是二十年前左右 將軍回鄉祭祖 他把這段感恩徒報的心情 寫成一首詩 刻在祖墳的鼻羽亭旁邊 我抄了下來 我讀給大家聽聽 草戒喜有侯皇上 行得妙手足命來 他朝若碎, 清雲之 一死已報, 又何況 只看這首詩, 都很清楚表明 將軍想報恩的心情 所謂誘恩報恩, 憂仇報仇 才是大丈夫所謂 那將軍不知道現在 認不認得這位老人家是誰呢 宋世傑, 這位老人家莫非就是… 沒錯, 王爺 這位老人家, 正是當年救過 鐵頭將軍一命的恩人 宋世傑, 多謝你幫我 找回我的救命恩人 但是, 跟陳良一岸有甚麼關係 關係就大了 將軍你曾經說過 你救過陳良一命 你就可以收回他的命 現在這位老人家也救過你一命 他是不是也可以收回你的命 是, 好… 老伯, 你說得對 這些人諸久不如 你現在就收回他的命 好, 我現在就拿回這道命 慢著 陳良怎麼可以跟我相比 本將軍是戰績標榮的大將軍 而陳良只是一個一無是處 壞事做盡的小人 根本不可以相提並論 大將軍, 說話不可以這麼說 你當年是一個窮途沒路的偷米蠶 因為有人救了你一命 你今天是一個戰績顯赫的護國大將軍 如果當天你沒有殺到陳良 我們怎麼知道他今天的成就不大過你呢 將軍, 你覺得殺陳良合情合理 這位老人家殺你也合情合理 宋世傑 你… 公堂之上, 難得放肆 現在陳良枉死沉冤待雪 除非放下將軍你的人頭 否則休想就此拜憂 好… 老公, 你好聰明 看東西 大人, 認錯人了吧 吉良回去 我…大人 梵統, 一個個都是梵統 你們的腦子來幹甚麼 某一個人幫我想到贏 趙副將呢 去了哪兒 匯稟將軍, 趙副將他… 將軍 參見將軍 你去了哪兒 別煮我沒用 明知道將軍你需要有頭腦的人 但我們全都只懂得打仗 對策略一竅不通 所以武將請了訟師來 希望可以幫到將軍來 我… 是你 你竟然帶他回來 他算是甚麼訟師 他只是一隻沒用的狗 沒將之罪 沒將以為這個人上了公堂 是一個訟師 以為他能幫到將軍你 這隻狗有甚麼本事上了公堂 他所認識的東西 全都是本將軍和宋世傑所教 根本就是一無是處 小姐, 你連找一個慈祥的人都找不到 你還有甚麼用 換將跟隨將軍那麼多年 我現在這麼重要的關頭 竟然不能為你將軍去分柔 我冷靜做還有甚麼用 你全部給我 你冷靜點 將軍 趙副將跟隨將軍出生入死那麼多年 殺敵無數, 武功都有勞 武功, 求將軍以嚴的趙副將這一次 你們一個一個都沒用 你們跟隨本將軍那麼多年 如今本將軍正在危急關頭 你們竟然無國可以幫到 如今向行軍作戰期間 不單是你, 你們一個一個都會處死 將軍, 如果能夠為你解開困局 我們寧願一死 你求將軍執行軍閥 算了… 難道真是天亡我亥 你…你給我走, 給我走 如果你再留在這裡 本將軍就在這個軍營之內執行軍閥 殺了你 剛才將軍開口埋口說要殺人 好像很隨便, 無所謂那樣 但是當將軍說不殺那些人 反而好像死不及那樣 小人想知道, 這些是不是就是軍法 你到底想說甚麼 小人想知道甚麼是軍法 上堂… 全一干人等上堂 全… 貪見王爺 揚揚揚揚揚 貪見王爺 陳良一案, 經多日來的審訊 終於有結果 鐵頭將軍, 你還有甚麼話想說 末章無話可說 鐵兄, 你我兄弟一場 本王爺, 本王爺只能說一句 早知道今天又何必當初 王爺 鐵頭將軍謀殺陳良一案, 證據確鑿 請王爺馬上判犯人應得之罪 還陳良一個公道 鐵頭將軍意圖掩飾自己殺害陳良 取其首級, 手段兇殘 鐵頭將軍基為朝中眾臣 知法犯法, 更是罪家一等 本王爺宣犯 等等 等等 參見王爺, 是你? 大煞, 你硬闖公堂, 所謂何事? 硬闖公堂, 給我天啊 我膽子也不夠膽 王爺, 我是鐵將軍的訟師 今天是代表鐵將軍出席公堂的 不管你代表誰也好, 太遲了 這件事我已經審完了 當然還沒完 沒錯, 鐵將軍是殺了陳良 但是不應該承擔任何罪名 因為鐵將軍是合情合理最重要 合法地將陳良置諸死地 人輕鬆, 使不出道古話 良心好, 醉棍子不虧 倫功夫, 高德少有不敵 旁服兩女離我, 一聲我響車氣差 隨緣隨緣, 時時看透, 不憂雅不華 再難離世界裡煙魂, 放壓空閘 人生中, 一早竟已選擇 陳悟中, 似青鳳發炎蝦 青鳳發炎蝦 线山 鄭 隨時看透明 互相